马腾是马超的父亲 是西北关中地区最强的军阀之一 其势力意志只为曹操所忌惮 袁绍死后 他的儿子袁绍任命了郭元为河东太守 联合高干 男匈奴缠于等人作乱 同时还联合了马腾等人 而马腾等人竟然在暗中答应了 刑事一时间骤然紧张 也就是说 郭元不但在侵蚀着曹操的地盘 如果他和马腾等人联合 还直接威胁着曹操的后防安全 这时候中游派出了一个人前去说服马腾 马腾不但没有出兵反叛曹操 反而让儿子马超带领一万精兵协助中游 最终把郭元打败 后来曹操要征讨荆州 仍然害怕马腾等人在身后生变 曹操又派了这个人前去说服马腾离开军队 到朝廷当官 可以说马腾自始至终都没有反叛曹操 说服马腾不反叛曹操的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叫做张继 张继自得荣 冯义高龄人 公元202年 袁上派他所任命的何东郡太守郭元 和宾州刺史高干以及匈奴的蝉鱼一起攻击何东郡 同时又派施者联络官中朱江马腾等人起兵 马腾等案中答应 曹操正在黎阳同袁上对质 不能抽出更多部队援助 只能依靠私立校尾中游支撑局面 中游派张继续游说将军马腾等人 向他们陈述厉害关系 马腾一时间犹豫不决 有个叫傅干的人对马腾说 如今将军已经侍奉曹公 却怀有二心 想做官成败 我想成败定下来以后 曹公奉天子之命来追究你的罪过 将军就会先挨刀了 马腾非常害怕 傅干又趁机说 如今正是曹公危急的时候 将军如能力兵征伐郭元 必能取胜 将军这是解救曹公的危机 曹公必定会深深感激将军 而将军的功名也将是无与伦比了 马腾被说服 于是派儿子马超带领一万多精兵 前去与中游的部队会合 攻击高卧 郭元 战斗中 马超的不将庞德还斩杀了郭元 高干和匈奴缠鱼都被迫投降 建安十年 高干听说曹操要征讨误完 再次凭借宾州反派 和内郡的张胜拥兵一万多人侵占小山 省水一带为寇 和东郡的魏顾 红龙郡的张衍都起兵响应张胜 曹操任命张继为一郎 参与中游军事 让他吸去征召马腾等将领 会同中游联合攻击张胜等 这时候 曹操任命的和东太守杜姬 已经站稳了脚跟 在内外夹击之下 张胜失败 张衍 魏顾被斩首 高卧逃奔荆州 张继也因为此功劳 被封为吴史亭侯 建安十三年 曹操将要讨罢荆州 但马腾等人分别聚守着关州 总是曹操的后顾之忧 曹操再次派遣张继告语马腾等人 让他们离开各自的部队回朝待命 在张继的劝说下 马腾开始答应下来 而后又犹豫不决 张继担心马腾反悔再生变故 就一文沿途各线赶快做好准备 派石鹿两千弹以上的官员 到郊外迎接马腾 马腾不得已 启程入朝 曹操表奏马腾为魏魏 封他的儿子马超为将军 同龄马腾的兵马 建安17年 马腾因儿子马超此前的反叛 被曹操杀死 而他自己 虽然有过几次曾经想过自立 但最终都没有反叛曹操 难道真是因为马超个太坑爹 张继后来因为跟随曹操 平定马超等官中降临有功 被任命为金赵颖 到魏国建国 出任雍州刺史 曹操汉中失利 西北地区的严俊与荷兰等人造反 张继献上座山光虎斗之际 让他们互相残杀 为曹操所裁纳 曹操不动刀兵而西北平定 曹批称帝后设置梁州 认为除了张继 没有人能够安定此地 于是任命张继为梁州刺史 西北枪湖地区反复叛乱 张继任职梁州刺史期间 亲自带兵渡过黄河 以少胜多 以让斩首俘虏敌人一万多人 曹批称张继这一仗 不仅仅是打败了胡人 而是是河西一带永远安宁的功继 张继也因此恭敬绝为乡侯 张继治理雍州 梁州二十多年 基本实现了正通人和 域内安定的局面 这和他能够处理好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有着重要的原因 通过张继治理雍 梁梁州可以知道 他是一个很会处理人际关系的人 当初忠游和曹操派他去说服马腾 可以说是知人善任 尽管张继说服马腾 没有留下具体说辞 但他说的话一定是令马腾幸福的 而他三次出使马腾军营 马腾并没有说他有过欺骗 从而难为他 还说明这个人值得信赖 只可惜马超西北反派 导致了父亲马腾被杀 致使张继前面的努力 并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 实在是令人叹息 竟争 literacy 差别 尽量